我觉得草根出身的人 工程名就有多难这个事 拿院的子弟像马老师 那不是 有这事就是说明成功 你不知道 这人成功必须得两关 最简单的两关 第一关叫谣言 就是你觉得你身上开始背负谣言了呢 我告诉你就是你快成功了 要么谣言他不来 谣言来完了 你下面得等着有强大的精神准备 有一天你要成冯小刚那地位 叫污水就来了 叫湖一盆一盆的往下泼 因为污水你挡不住 你知道吗 谣言你还可以去说说怎么回事 你这污水一盆泼过来 你这没有招架之力 像这种事吧 我觉得就是一个市民文化 市民文化 你每个成功者背后 都会被人去扒各种事情 我们现在舆论是 说起来在全世界范围里 是最自由的 随便说 你攻击人家 你胡编乱造 有人还说我帮富婆呢 你知道吗 那当然人家说我帮 我有怎么发财的 我帮富婆 您那时候也没 对 那我也有希望了 对 我那朋友跟我说 他还气得不行 后来我说 我这事我都看见多少年了 我都没滋生 为什么 我说我很容易证明 我没有帮过富婆 是什么呢 我年轻那会儿就没富婆这东西 我上哪儿帮去 对不对 我年轻的时候全中国也没一个富婆 上哪儿帮去 只能找外籍的 外籍 你帮不上 所以他造这谣就没有 但是你解答我一问题 就是说假如有富婆的话 您是靠什么帮上的 那你 这我不知道 靠三寸不烂之舌 对不对 不一定非得拿现在这种小鲜肉 有的人他就嘴好使就行 能体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人是嘴好使 不是脸好使 脸好看没有用的 您当然强项我理解了 那不是这意思 就是他这种污水或者说造谣言 还有一个网上还有一个什么 也不是谁写的 说我当年怎么上深山老林医 去找古董去 捆在树上三天三夜 是王朔救的我 我先说 我说 我捆三天三夜证明什么 你知道吗 证明我身体好 你看他反应是低对的 我就是身体好 捆他们三天三夜 你们捆个试试 哪有这事 放富婆我是嘴头好 就是他这个都是你 你走在社会上 你在什么高度上 你对应的就应该接受这个事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 过去是因为没有这种网络 我就底下私传 你也听不见 说什么 说什么都有 我听的那种各种事 你比如说 有人不知道 我跟王朔冯小刚熟 过去 过去熟 那么有人在面前说那事 我听着都这么不天谱 你知道吗 比如说 比如就是瞎编 有的人认为他怎么着 当年怎么着 就说这种 就当年的事 你没有亲历的时候 你说不出来 因为我是一个职业编辑 过去就是看人家 是不是说真话 说假话的 那么你这事是编的 和你这事是真实的 完全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王朔写小说 王朔写小说的 所有的事情 都能找出原形 他就是能够再现于 曾经有过的故事 而且他再现能力非常强 所以那时候 他感动的人 不是几个人 成千上万的学生 都被感动了 广美看过王朔的书吗 我真没敢看 你们的那个 对他没看 你比如一半是火焰 你是另一个语境里的 我08年才搬到北京来 对啊 那怎么 那他们都过去 因为王朔的小说 经常有说不过江 就是北方语系的小说 尤其是不会到台湾 香港那种地方太多 而且我我相信 就算以我的这个文化 这个背景吧 就算我看了 我相信很多东西 我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你最理解的就是琼瑶阿姨吧 我也不看 你看过没看过吧 但琼瑶影响了很多人吧 琼瑶电影 原来有人有一阵子还说王朔是男琼瑶呢 他就这意思 他已经讲的人多 但是你说 你比如说 你老公当年跟这个小刚也比较熟 你在他们这个圈子里老听他们聊 你这个台湾长大的 你现在对他们聊的这套科能意会了吗 我告诉你啊 我是属于那种男人的局 我老公的局 我基本是不参加的 你知道因为女人在男人的局里面 男人有很多话是不好说 不方便说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还是这些老北京 这些老胖们自己在一块玩玩的开心一点 但如果说你问我 就是说对小刚导演的感觉吧 我这么讲 我08年搬到北京来 我跟冯导第一次接触 是他的《非诚勿扰》 在杭州的首映里 那个时候我的感觉 就是冯导真的是自带光环 就是他一站出来就自带光环 所以那个时候虽然我穿了高跟鞋 我整个人比他高出大半个头 但是就是说他那种高大上的形象 就肯定是就是 他很高大上吗 就是他 我觉得你想说他的气场嘛 那个时候那个片子又卖得这么火 就是说他给我的第一印象 就是因为以前耳闻就觉得 他是中国大导演什么的 然后第一次亲眼见到他的时候 真的也是给我非常高大上 旁边这个舒淇又站在旁边 这样子我就觉得哇 这个形象就非常的真的是高大上 但我后来因为我签了华仪 然后就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冯导 但是也多半都是在台上啊什么看到他 第二次很贴身的接触的时候呢 说真的我对他的那个整个的感觉 真的是很震惊 为什么 那一次呢是在一个也在世贸天街 但那时候我还不认识我先生 在世贸天街的一个私人的局里面 然后那时候我去的时候 大家都已经喝的比较高一点 然后呢 那个时候我就看到冯导正在跟我们中国的 这个他说他是怎么讲 他如果说他数二 没有人敢说是数一的某著名企业家 正在跟他就是 王剑林 那时候他们还没在美国敲钟呢 然后呢就开始跟他就是各种的 我那时候就是他的那些那些那些 讲话的那些内容 其实真的是蛮跌破我的眼镜 我心里就在想这么一大腕的导演 因为他肯定是投资人 我就觉得说一个导演面对一个投资人的时候 他身段可以这么的低 而且就是他的那种微小 把自己放到那么那么的微小 跟我第一次见他那种高大上的那种感觉 就是形成这么大的反差 所以那时候我心里就觉得 人成功真的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真实的风小刚 是吧 能屈能伸 你想想他跟这个就说他跟王硕的这个不同 这是他能低声下气 你知道就是说他到这个就有有我对他没有什么褒贬可言 就是我就说我亲身感觉到有一次抽烟 又戒了烟了 后来又抽又抽起来了 后来我记得有一次他就说 他说我想想我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管哪哪 唯一一件事不需要跟别人商量 自个就能决定的 就是这个抽烟了 所以我想我干嘛要戒呢 这等于为什么他爱哭呢 是不是因为好多这个心酸史啊 这你要说他爱哭 我还真就没见过他哭 我从来没见过 是吗 对对对我没见过 所以我不能随便去说 就是其实这是一个性格史 你比如说爱哭是一个表象的 那有人不爱哭 这辈子没哭过 也有这种人 这人更悲催 你知道吗 你想一辈子没能哭都哭不出来 哭不出来 有人是永远哭不出来 他没有找没那根弦 你知道吗 所以很难 其实我理解他呀 就是说你比如说当年 你们弄那个海马歌舞厅啊 什么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他就是从等于最底层的美工嘛 开始干起 但是说我有一点体会到了 这冯小刚夸人是一绝 你明白吗 而且呢 我认为他夸人 有些时候也未必是出于什么畸心 因为他夸我能有什么好处呢 对吧 他有时候高兴了 就见人就夸 这是他的一种交际的方式 这个说会夸人呢 就是说他能他能看透你的闪光点 你的闪光点 这个是一种观察力 就是他们那些人 就这部作家在一起啊 他当时都不叫夸 叫举他 就是举他 举他就有一个很 这词有点狠 举高了他能撤梯子让你摔下来 然后呢 当年这种举人呢 那其实把人举起来最厉害的其实倒是刘振云 刘振云当年我们去这个去弄笔会嘛 就是一住住一个月 然后刘振云就说每一道吃 上午都是该该写东西写东西 中午吃饭 然后呢 刘振云吃饭呢 就说那时候跟 他跟王硕还没那么熟 就说 呀王老师 你那小说写的好 王硕说 没什么好的 然后瞎写 然后第二天呢 又说王老师 你小说写的确实好 然后王硕说 真的写的不好 说你的小说也写不错 第三天中午 因为天天都是那事儿嘛 刘振云还是这套课 说王老师 你小说写的真好 王硕说 我是觉得我小说写的不错 然后刘振云转个头跟我说 一般人就扛不住三天 就举你 他举你是有目的的 就人呢 是中国人 中国文化中 有一种东西叫自迁 是吧 中国人再说的话 就是哪里哪里 哪里是个自迁词 是吧 是吧 有时候外国人不理解 说一敲门 说一进来 说呦 就是带太太 说你太太今天真漂亮 然后中国人说哪里哪里 他外国人就不知道 你啥意思 是吧 就是说哪里漂亮 眉毛划得漂亮 嘴唇画得漂亮 就很具体 他这个夸人是王硕的小说里 对 特多 这种举人 三地公司 里面有一个电影叫《丸主》 是根据王硕的小说写的 我看那个 后来我就受到影响 也老夸人 就是因为他们就是 他们发明了一个哲学观 就是利人不损己 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工作 他一到公交车上 他一到公交车上 就是这个葛优 跟那谁啊 大娘你就是穿得太好了 美 大家 是吧 真的 他们说我们今天工作做得不错 没有任何企图 就是六腿皮子 但是所以现在咱就说到 就是说老一代的这聊的这套壳 这种谈话 我现在就有时候发现 跟今天的很多这个观众 已经搭不上了 对 就是因为今天是个直摆 说话就直给 是 我们我发现 我当年也是受王硕的影响 就爱说反话 是吧 咱们都是那个 这个加强带旺 寒沙摄影的 那是一种乐趣 就是说这个拐着弯 就是乐趣 可是我今天就发现 有一部分观众 接不到 他接不到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这个话呀 是要反着说 你比如说上次 我就说那个徐浩峰 北京大学院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教授 他说写剧本 他说我们当年写剧本 老师讲的是说啊 你要说爱一个人 你就应该说你恨一个人 就你得反着说 他说但是今天我们交个剧本上去 这个投资人或者制片人就是说 直说你爱他 要不观众听不懂 他是什么时候就说话变成了一个 非得只给 就是任何的一个技巧啊 或者这种 这种反着说的这套啊 就有点过去 过去有一个叫浅台词嘛 台词后面是浅台词的 台词以下的 所以这个话说完了 是下面还有一部分 他才觉得有文学的那个玄妙 我没办法 中国人着急 不是着急 就是一个极功近利的社会 所以电影就变成是这个样子 节奏太快 所以我在一个挺远的距离上观察这个冯小刚啊 我可能是胡说啊 我也不了解 很远的距离上观察他 我就觉得呢 他最早呢 是把自己身段放得特别低 对吧 就是电影嘛 咱们就是票房嘛 为了观众嘛 弄一乐嘛 然后就是 也肯为了电影通过审查呀 拿到资金呢 求人呢 这很多人情世故 我觉得他都愿意付出 其实 而且他精于此道 我认为他这个 这个这方面非常精 对 但是呢 到了这么一个时候 一方面呢 是自己呢 也挣够钱了吧 对吧 再一方面呢 这个就是说 你看一切的语境都在变化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啊 他也开始 有点释放自己的意思 还是说 跟我就这样了 我也不 我也不委屈求全了 对吧 我也可以 是不是有点 不委屈求全的资本了 他是不是现在 有点这种表现呢 对 他这个一个 我觉得他有一个节点 就是他拍1942 这个在拍1942之前 他没有 就在票房上没有失守 他当时是票房的保证 而且是票房的票房王 对 那么1942呢 他是请住了很大的这个心力 而且这个事拖得很长 很不容易拍成 很不容易通审 那是我认为在中国电影史上 是将来会留有一笔的 就是他有些片子不会 像《非诚勿扰》这种商业片 他倒不会什么 就说说就拉倒了 但是像这个1942这样的片子 就无论你票房是什么样子 无论有没有人看 这个在中国电影史上 肯定是很重要的 我们建国以来 就很难拍到这样的片子 我当时还是很发自内心 写过几篇文章 就去说这个片子的重要性 那么但是呢 他因为他这个就是所有的导演的妥协 就是他拍完这个片子 这片子艺术上什么都没有问题 包括表演 包括国立他们都挺努力的 完了以后因为赔钱 因为上市公司又得再排个赚钱的 就跟着就拍飞二 飞扰能误扰二 飞二就比飞一明显的不如 但是呢他也能捞到一部分钱 那个拍着便宜的这么好卖 也三四亿 所有的导演都有这种事 你像大导演张艺谋 你说就我觉得像他拍三枪这样的 都是自个儿毁自个儿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导演他不应该去 就谋求这种商业利益 可是在今天的商业社会中没有办法 张艺谋那个呢 因为我采访过他 就是问过三枪 也是背后另外那一张让拍的 对就是 就是屈服于资金嘛 对 屈服于这个金钱 我怎么感觉他们这一番的导演呢 都有一种找出路的感觉 就是说他拍 你比如说你像这个国外要说一导演 他拍什么 你觉得他就一辈子老拍这个 但是你看中国这些导演好像都是有点 哎我弄一个喜剧片 我弄一商业片 我弄一艺术片 似乎你觉得他总是 这也算是不满足于自己吧 对 你是还是名主持人比较会说话 你看他的话是这么说的 他们是找出路 你要让我说就是他们全没出路了 因为这代人 就是就是第几代那算 第五代 第五代没戏了 为什么今天的这个观众 他们一开始啊 他们特别想培养这个新观众 就80后90后甚至00后 这帮人原来不进电影院 你个电影都是都是我们这种人去看 后来他们把他们给框到电影院以后呢 你那电影他不看 所以你费劲白费劲 你觉得那个特别特别恶心的电影 咱们就不能点名啊 点名伤人 那电影我都看过 我经常看一些特恶心的电影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在那个飞机上 尤其长远途飞机 我就专门掉出来要看看 要不然不了解 那片子拍的那么烂 但是他票房很好 那么会导致所有的 就是新型导演出现 我们有很多新型 我刚才为什么说那导演好干呢 那种人都能当导演 那谁都能当导演 对不对 那么拍成那种烂片子 但商业上获得巨大成功 就导致了这些大导演就没有出路了 今天市场变了 市场变了 哎 广美呢 你看电影吗 现在还 看 但是我看不了烂片 你看不了吧 那我刚才就飞机上 对 飞机上 没地儿去 对 但是我觉得找出路 我觉得我还是暂停找 不见得没出路 我觉得当导演 他是不可能 他找出路也可以 我告诉你 他们肯定没出路了 就是他说话 就没有戏了 那你看李安的偏锋 也是变来变去啊 我跟你说 这些东西 我的感觉啊 就是说 他还有个工业的问题 你知道中国 我认为到今天 没有脱离得了江湖 我说的江湖 是一种制作方式 比方说你看 美国的导演 为什么不怕老啊 他是个好莱坞电影工业 你知道吗 就是说 服装 这方面 他比你导演更专业吧 他不怕老 因为他的一个工业 在更新换代 在更新 你知道吗 但是中国导演 你看 我不是成逢岛不弃 我不在那也压疑 客串过一下吗 我当时就有个很深的印象 我说 我说这导演 你说容易干的 我说太累了 我就经常 我就记得 这冯小康特有意思 我在节目里也讲过 就是说 拍一个场模特表演的戏 走秀 画画画衣服出来了 这位冯小康坐我旁边说 说这层衣服太丑了 这个服装哪找的 你知道吗 他对他的导演 他能觉得这个工种 或者说 到拍一场酒吧的戏 然后你过一会儿 你就听着冯小刀那边 就骂起来了 谁拿的酒啊 谁在那高级酒吧 给这女孩喝扎皮啊 他就是说中国的导演 你发现没有 成功就靠一个人 因为你这个周边的工业不行 他这一个人 什么都得管着 因此这个人要颓了 或者这个人要有所老化了 整个你就颓了 因为你这个工业水平跟不上 对 那你说你比如说 咱们再说一导演 小导演 新导演 叫郭敬明 拍了那个 小时代 小时代吧 反正那种片子 我还看了呢 我还说呢 我说这片子拍挺好的 中国电影史上将来有一笔 为什么 你拍这个时代 最为不贴朴的奢华 就得拿这片子说事 你别的你还没有 他不是说一点价值没有 他真代表这个时代 代表这个混乱的时代 混乱的时代 你得有几部混乱的作品拿出来给大家看吧 他有价值 而且郭敬明也过时了 好像郭敬明最近的一个电影 你像他都过时了 他都过时了 对 所以他现在被淘汰率太高 所以其实我就说你讲王朔冯小刚 其实不是讲他们俩怎么着 而是选择 我就记得当年王朔上千千三人行 有件事给我印象就很深 他就是我们那个时候 请人的编导叫毕丰 毕丰 然后我说找王朔 他倒愿意来 但是他就跟毕丰说 是选择他请我吗 他毕丰说是啊是啊 是他请我 他怎么自个儿不给我打电话 对吗 怎么让你打电话 王朔冯小姐 怎么让你打电话呢 那是他请我吗 要真心他请我 他应该找我 我一听这个 我就赶快就均注给他 跟他打电话 对 他可不是本拿架子 他只是判断这事真真假 他就这样人 这话你刚才学的太准了 就是他 对 所以我就说 有些时候 你在王朔身上你会看到 就是他就好像 我跟我就不妥协了 我就不变了 哪怕我就等于是一种 类似于隐居的状态 是吧 出来了一趟就把你们吓死 对 他其实我觉得王朔 他还特别 保留了作家的一个本质的东西 这个挺难得的 就是 一种本真的东西 第一不媚上 就我宁肯不干了 第二呢 刘俗是他那小说一开始就是刘俗的 一开始 文学界一开始都不承认他 他是纯文学 说他是个通俗小说作家 对对 就我们国家挺奇怪的 把这文学非要一刀切开 一个叫纯文学 一个叫通俗文学 画到通俗文学那边 就第一人一等过去80年代30年前 所以王朔 其实我因为这过来了 这几十年过来以后 你会发现他这样作家挺难得的 挺难得的 就真的保持了作家的一个基本尊严 我说的很准确 基本尊严是有的 我们现在好多作家 没有基本尊严 你知道吗 这就别当作家了 真的 我看现在这文章就不是真的假的 但是说我说挺有意思 说他写我的千岁寒的时候 他门口附近住一修自行车的 他每回回家一看 我说的他这事 你就是真事 那也是各处摘的摘到妈说的 他那就真事 你可以讲讲 他真是 他天天家门口有个修 修自行车的补车带什么的 他天天看着他他烦 说没灵感 他就开始纠结 纠结他就得想办法让他走 然后他就过去说 你挣多少钱 就是跟人贫 不是挣多少钱 他说我给你三万块钱 你能走了吗 那人觉得他哪有这事 他回家拿三万块钱就给他 给他这人就走了 走了以后他还纠结 他说他会不会回来 我说他不会回来 他说为什么不回来 我说他回来 他怕你跟他要钱 然后说他那账上就三万块钱 对 他不是就三万块钱 他大概三万零个几百块 他说三万就是他有这钱 他当时有五万 他肯定就说五万块钱你走不走 他肯定是这个 他就三万多一点 我有一朋友他也给过钱 那个吴鸿飞唱歌的 有一次吴鸿飞说就是我这出唱片 不是不是出专辑出不了 我说也不认识我 让我去找他 见面给我五万块钱 出专辑去吧 他比较就是有点作家的天生的素质 像这些事都是作家干的出来 如果另外一种作家干不出来的都不是纯粹的作家 这作家能干这事 你视金钱如粪土 尤其视别人的金钱为粪土 马爷你给个结论吧 你觉得就说这俩人的关系 让你有什么领悟吧 或者感触 我觉得一开始是一个相互利用的关系 相互利用 你比如说 这个你不能说是冯小刚利用王硕 王硕也当时利用冯小刚去通过影视这个途径去宣传 因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 影视是没人写的 大家认为你要是个剧作家很丢人 你得是作家 剧作家地位低 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写剧本 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就觉得这个影视剧有影响呢 其实还是渴望开始 渴望当时是那个执笔的叫李小明 他五十多级 那当时印象非常深刻 他说把自己写残配了 因为我记得 太他妈苦了 那时候是在一个无望的情况下写这本子 不像你现在 现在作家多牛 都是你能把钱先打我帐上 我才能动笔呢 那过去都是先写呀 最后都不知道怎么情况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就是我记得很清楚啊 就是渴望播出以后 那个王硕还是挺敏感的 他就说 因为他是个通俗的东西 渴望是个通俗的东西 他写小说也是比较通俗的 就说 就说这电视剧将来的影响力会非常的大 那时候再加上港台 很多电视剧也引进嘛 所以当这个 这个 弗小刚找他去拍这个电影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 跟他们就比较远了 因为我 我跟文学就好过十年 十年以后 海马歌舞厅你不是其中的人吗 海马歌舞厅是我最后在这个做这个事的最后一站 弄完那事我就彻底的离开这个文学和影视了 彻底离开了 我就 我不太喜欢那种分杂的生活 那么他们俩之间一开始就是相互利用啊 利用 我这个利用是中性词汇 不是一个贬义词 不是就是要利用 那咱俩也相互利用 我让你帮我去主持一个二十周年庆典 那我肯定利用你 我利用您多一些 对 对对对对 就相互利用 相互利用说明你互相有价值 这个没有什么不好的 不是说俩人全是没有利用关系 俩人全是哥们 这都是些胡扯 但是就说你们那个时候大院子弟 这么一直混下来的 有没有这种掰了的 太多了 对 你没有商业利益 你就不会掰 你知道你有商业利益 只要有稍微有一点过不去就掰了 仅仅是商业利益 全部理念呢 没有 没那事 所有人都为钱 理念没什么 理念没什么 过去还有一种掰 就是你把女朋友搞了 就掰了 现在这种事搞了就搞了 说我这正不知道怎么脱手 让你给搞了 这他倒不会了 现在就是商业 你看掰了的一定是跟钱有关 咱们都公开的 咱们只能说公开的 不用说不公开的 你比如二张 刚才说张一谋和张什么张伟平 张伟平 那掰了那肯定是跟商业有关 那也都不用问 没有理想 几年没给他钱 对对 那你现在作为过来人 你到现在你觉得 存在不存在一种 年少哥们老来伴的现象 会 会 就是当所有的商业的东西全都没了 就是这个力尽杰拨兄弟在吗 相逢一笑 敏恩仇 卢迅写的好 跟商业的好 好 好 好